哈喽哈喽,我是Dudeway 今天来做一个胶带收纳盒 盖子是一个推拉门的设计 还可以作为展示架 先来确定你需要的盒子的长宽高 比如这里胶带的长和宽差不多是3.7厘米 根据这个数字得出盒子的宽度和高度 长度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确定 宽度和高度比胶带尺寸多出1厘米 然后计算自己需要的卡尺尺寸 拆减盒子的图纸 在这两格画出3条2毫米的缝隙 卡纸上贴双面胶剪出一些16厘米乘3毫米的小细条 三张粘贴在一起增加厚度 这里建议大家用白乳胶来粘贴 沿我们画的标记线粘贴小纸条 纸条和纸条之间留出缝隙 缝隙里可以让纸片来回滑动 然后折叠粘贴成盒子 然后折叠粘贴成盒子 2厘米和5厘米乘8厘米 两张胶片重合一点点 小图按垫出厚度贴在两边 最后可以剪出两只小耳朵装饰一下 完成 制作展示架的话可以在四个面贴上胶片 再粘贴成盒子 根据你的公仔大小来确定盒子的尺寸 放在桌面上可以防灰尘 有点大小们 好 看 写 给 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